回答即将公布财报 将将抢先爆料 媒体找不到的独家讯息 今天节目让你通通先知道 好另外呢 短期其实可以用短期的均线战法 跟口诀来确认 今天节目把你交到会哦 喜欢我的影片 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 而且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技术分析 一定要帮我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并且接收全播哦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点股成绩的节目 今天是11月20号礼拜三台北股市 跌了160点 有没有完全没有意外 你看哦 当江江粉丝很幸福 昨天晚上 昨天之前跟各位讲过了 这一波是 赏户的期货多单凹太凶 今天台子期结算外资空单 他一定割韭菜割到底 所以昨天发文有没有提醒大家 今天还有外资什么 刻意压盘的风险 所以符合一起 昨天收缴涨300点 今天为了结算压低160点 OK啊 很OK哦 待会给各位看我的独家的技术分析的教学 好另外来了 重头戏来了 回答即将公布财报 你从媒体可以找到很多 比较偏向正面的讯息 那江江今天节目呢 从园区挖掘到的独家讯息 财报公布后 未来你必须知道的 AI的成长态势 成长趋势 媒体你找不到的 我今天节目通通跟各位事先分享 事先做掌握 好另外呢 我们APP太棒了 阳明创新高 AES创新高 双红创新高 如何办到的 为什么APP 他可以把我的技术 把他发挥到淋漓尽致 无懈可及的这个地步 好另外重点来了 今天为了结算 压台积电OK 压的联发科OK 可是呢 鸿海广达上涨了 那F4里面的鸿海广达 其实回答财报公布之后 待会会跟各位分析 最大受惠股 就是鸿海跟广达 那会不会没有低点呢 待会节目跟各位做分享 好来 投票来 好注意听 好来 这是昨天 我们的点股成定粉丝团 昨天的截图 还有两件事情需留意 今天台子期结算 外资空档还有4.1万口 还有什么 刻意贯杀 结算的几率 没错吧 投票今天是不是一模一样 如果昨天讲的 昨天涨300点 确认落底 落底后还要足底 对不对 那足底过程中 观察两个变数 第一个就是今天的台子期结算 对不对 你看今天开高 开高有没有 外资割韭菜 我跟各位说 这波西拉回 完全跟基本面无关 基本面完全确定没有衰退 很单纯 就是外资要用期货赚价差 如此而已 没错吧 好 既然是结算 请问了 赏户昨天多单还增加 那外资空档还有4.1万口 如果你是外资 你要不要杀 是不是 所以股市的这个循环 股市的每个 其实有时候 没有你想的这么困难 尽量把它简单化 越简单力量会越强大 今天是不是开高走低 完全符合预期 没错 好来 看我的结论 今天跌160点 割完韭菜 玩截篇 那明天有回答财报 投资没有 回答财报是用来帮助我们去观察 有没有主体成功用的 一旦当我确认主体成功 我在粉丝团名枪起跑 所以听清楚 优质好股票 我认为 你可能只剩下 两到三天的布局时间 好把握相对低的甜甜价 来看我们的逻辑 台子结算 今天完结篇 最新的筹码分析 我今天晚上8点一样发文 我今天晚上8点钟 准时发文 给各位详细的分析 来的话 参加短熟 只要先确认 这波拉回台北股市的 基本面有没有衰退 只要确定没有衰退 这个金句就可以拿来用 长牛短熊是爆赚机会 上一次台风价2239 抓到转折 你看到事先预告 带大家一步一脚印抓转折 转折一抓成功 1300点 没错吧 高档预告 前面一样要回 先回23035 有没有 真的来了 再预告 如果无法站稳 必须回到22492 那就是预告技术的魅力 未来还没发生 但是从技术面可以揣摩出来 它可能会发生 我是这样这样 我就尽全力 事先跟各位讲 是不是一模一样 真的来到22503了 教学划线阻止你干傻事 前天不可以砍债阿袋股 没错吧 昨天谈了302点 没错 好 各位讲过了 今天下杀投资票 你不用担心 因为就很单纯 就是期货要结算的关系 刻意灌杀 结算的几率 就这样而已 所以结算之后 看今天晚上新的筹码变化 另外注意看 短底 如何用所谓的短期均线来确认 注意看 今天这一集 你每天看 越学习对股市的技术 最基本功的技术 对股市的认知 是不是 day by day 很多粉丝给我回馈 节目太优质的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姜大老师尽全力 今天有新的 如何用短均线来确认底部 你看 我把长均线改一下 其实你可以用三均或五均 如果你觉得三均五均太短 你可以用什么 用五均跟八均 因人而异 你看 我画图 没有人教你 你永远都不会 可是我相信你有会跟 我只要稍微点一下 答案就很清楚 这里是收缴 好你看 收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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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也收缴了 今天继续收缴 也去两天 请问了 请问过去的惯性 当短期均线由 负协率变正协率 是不是确认了 当短期均线由 负协率转正协率 是确认底部 一样 每次拉回 只要发现短期均线 你可以用三均跟五均 你也可以用五均跟八均 都无所谓 只要你觉得自己习惯就OK了 是不是 确定协率由负的转正的 是不是 请问现在来了没 准备 现在你看 这一波拉回 很明确什么 是负协率 那投资标 答案就很清楚 观察 观察 观察回答财报后 修正的学历 能不能从负协率 转成平的 再转成往上弯 如果是 答案就出来了 是不是 答案就出来 是一个波段性的起工讯号 懂我意思吗 所以利用短期均线 配合MACD收缴 假设 如同我昨天所画的 今天压完 昨天是不是这样子画 昨天说压结算 反攻到月线 再回撤 挑战的2360 小回撤之后 展开大波段 没错吧 是不是今天第一根 你看 我昨天画的逐渐第一根 一模一样 是不是 所以接下来跟着我的脚步 一步一脚印 大胆去假设 小心做求证 如果走势跟 假设的不一样 马上做修正 懂我意思吗 这就是我们技术分析 你学习 你透过认识 透过学习 然后跟我一样 你看我练21年 我这样子一天一天一天 很努力 然后花的时间 比任何人都还来得多 才能够累积 现在的这样 懂我意思 所以怎么 加油 我认为一定可以做到 你一定可以做到 世界上最好的投资 投资你自己 就我当初一样 我从21年前 开始专研技术分析 投资我自己 所以把自己 把我经常说你的技术班 学好学满 我认为会是你未来 崭新 截然不同 幸福的开端 自我成长 学基本功 你每天锁定节目 你每天锁定节目 是不是跟别的节目都不一样 你会从中得到正确的技术分析 正确的做股票的观念 我认为这个很重要 我甚至有能力 尽全力透过媒体发挥我的影响力 让想要成长的 像想要获利的day by day 然后逐步的越来越强 你知道吗 当一个人越来越强的时候 你的信心会自然而然发光 懂意思吗 这是我常讲的 赢家都有赢家的气质跟风范 其实你看一眼 看一眼就看出来了 懂意思 所以自我成长 学基本功 这绝对是成功的途径 更是你未来开启你财富的钥匙 我的分析 每天看有帮助了 先按赞 再继续看精彩节目 来投资料 来 有没有 赞白QR 各家都加入粉丝团 手中有任何股票 江老师 只要你有留言 我通通给你建议 不管你有没有加入我们团队 我通通先给你建议 这是江老师的个性 懂意思吗 我认为股票市场 不是只在乎一天的输赢 有没有 任何人都有做错的时候 他说的是什么 你做错的时候 你发现那个产业不对了 那个线型大破坏的时候要逃 该逃的要逃 该忍耐的必须忍耐 懂我意思吗 江老师每一档都给你亲自 给你做回复 来 我们都知道这一波下沙很清楚 基本没有OK 完全是外资两手策略 我们过去讲过的 你可能每天在看 我们速度快一点跳过 订单外套订单OK 所以未来营充成长其实都是很OK的 没有问题 第四季 现在是11月中旬而已 就进入这个下半旬 我认为11月的下半旬 那特别是BG12月的时候 那个逆转胜 你不要小看逆转胜的威力 当干扰医术 台子期结算完毕 挥达财法公布后 当他重回当市场 发现盘式转多 盘式一转多 他就会记起来了 原来第四季基本面好到不得了 懂我意思 所以基本面为前提 但是未来台北股市能够挑战 2万3、2万4的底气 另外 外资的两手策略 讲很久 是不是7月20号 因为外资期货空单 杀现货 杀现货完毕之后 他用更高价把现货买回来 所以这个转折点一定要抓住 这一波因为台子期结算 导致雪球股 好优质好股票 价格变甜 那个价格一定要把握住 即便外资为了期货利润 大卖现货 终究还是要买回来 上个礼拜卖超1000多亿 是不是 就是完全印证了 今天晚上会有新的筹码的分析 锁定我的粉丝团 当市场担心的时候 往往都在制造机会 你们发现过去台北股市 每一次的波段低点都可以利用这个口诀 这种观念去把它克服掉 长牛短胸 先确定长牛 什么是长牛 基本面没有翻转 基本面没有变成衰退 就是长牛 长牛碰到短线的涨多拉回 或者是有外资 这一次完全为了台子期的期货 而做刻意的灌压 就是短胸 等他刻意灌压达到目的的时辰结束之后 重回短牛 当长牛跟短牛合并在一起 他是会蹦出火花 董医师这绝对是机会 确定台北股市修正 没有跟基本面太多关系 那就OK了 完全没有问题 股市最迷人的地方 高档有减码 低档能够买 是不是 我们讲这是机会 昨天已经完全印证了 这是礼拜一 阻止你干傻事的地方 收缴后 务必要赚多一点 只要你不放弃 永远都有暴赚机会 OTC也是一样 你看今天OTC蛮强的 265预告253 这真的来了 有三个理由 你绝对不能杀地 不应恐慌 看在阿呆股 注意看 本周是第20周 注意我画一个K线 假设 假设下个礼拜 一个小红小黑 我画错了 再一次 再给我一次机会 假设下礼拜 是小红小黑 假设下周 OTC周线 维持横盘 就说他昨天落底之后 然后花一周的时间做足底 好 先落底再足底 足完底之后 下下周不得了 一二三扣3D 扣3D的时候 他会喷 吹头这边 我认为11月下下周开始 BG12月 12月跟12月 还有1月份OTC会喷烦 因为这一波下沙 整理21周筹码沉淀的太厉害了 懂我意思吗 经过21周很多股票 轮番下跌后 清洗浮额达到某种境界后 配合21周转折 我认为 接下来12月的行情 会非常之美妙 这是我现在给各位事先预告的主因 所以务必要把握 当一个发财的好时机到来 跌21周 中级OTC跌21周 你怎么可以在跌21周后去看空 懂我意思吗 我们高档有提醒风险 高档有卖 低档可以减便宜 现在就必须用什么 用积极乐观 霸气 还有想要过最好的日子的心态 来面对它 这是我节目带给大家 跟别人不一样的正能量 懂我意思吗 另外还可以提示 美国化皆认为 美代之旅还有上行空间 不值一家 超过五成都是这样的看法 所以美代套牢的 来看00687B 我说我跟各位讲过了 这需要什么 需要时间 在哪里 很清楚 什么时间会长 这个时间 你要等待 除非你愿意等待 但是我的看法是 你现在来找我 我帮你转换更快的标的 为什么 OTC修正21周 那一定会有什么 被错杀的好股票 优质好股票 很轻易的利用极短线 把你过去美债的损失 快速赚回来 懂意思 所以务必把握 我的节目 技术观点 远近讯息 都是你外面看不到的 所以一定要 在影片用心制作情况之下 播空帮我点个赞 你点赞会让更多人看见我的影片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点赞 另外投票来 送东西来了 明天回答公布财报 我先给各位提示一下 媒体目前一般的看法 再给各位独家讯息 先给各位看目前市场的看法 让各位有个底定的强心针 另外投这边 待会我跟各位讲 未来的时候务必要看清楚 来投票来 目前公布明天要公布第三季的财报 目前预估营收年增8成3 美股盈余是年增9成4 你在媒体都看得到 那重点来了 财报之后 他会黄瑞宣会讲话 所以说高层会讲话 他有没有透露多少晶片需求 假设他透露是市场上 像人在追赶他的这个晶片 他就要表表是什么 AI很旺 旺到不行很疯狂 没有错吧 所以他特别是breakway 新架构晶片 有没有非常的疯狂 有没有排队厂商下游 要货要的很吃紧 如果是的话 目前听到的声音是正向跟乐观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你看AI的浪潮很疯狂 你看国际机构都是什么 从之前的目标价从140 150 150 160 目前调高到160 185 另外我来不及写 美林调高到200块钱 有没有乱讲 你先看看 为什么华尔街的大型机构 大型的投行 要把回答调升目标价 为什么其来有致 为什么 就是说这一次财报 回答财报的结论 这次应该可以完全符合预期 那CSP所谓的云端服务公司 资本支出 明年资本支出成长30% 基本上这30% 都是回答的营收 成长 懂意思吗 这是很关键的 所以基本上不会太差 重点来了 从北美四大的限制 CSP还有AMD 还有财产公益店 包含了台积 鸿海广达 双红跟窗户 法术会讲的内容 从美国的产业声音 跟台湾的产业声音 把它交叉来比对 交叉做验证 所以可以确信AI需求很疯狂 2025年还是维持高速成长 长期基本面 不需要担心 好那问题来了 就是说他现在有一个期望值 他希望他给我们更好 更乐观的声音 万一他讲的东西 蛮不错 符合预期 但是投资人觉得不够惊喜 或者说他万一他释放些 稍微保守的财务预测 甚至根本不做财务预测 他一定会有什么 会有一个 市面上所谓的利空反应 听清楚 就算是这样子 万一是这样子 跌也是很好的买点 为什么我讲过 我在还记得吗 我来双十节录特别节目的时候 有没有我说过 跌到110 那绝对是买点 圆区异口同声说是买点 那现在147的 没错 因为为什么 现在不要讲散户 连很多大咖有钱人 世界上有两个最大咖的人 在垂心肝 是谁 软银的孙正义 还有量子资金的卓克米勒 他是什么 他是索罗斯的第一大爱将 你看这两个人都早早 曾经拥有大量的回答 可是都卖太早 孙正义赚了1300万的美金 出场很开心 后面少赚上兆 东西说是什么 有太多大咖都哭晕了 都垂心肝了 都卖非回答 所以什么 不要担心回答下跌 为什么 为什么不用担心回答的震荡下跌 为什么 注意看哦 好这张是独家的 注意看好 那长线回答可能有多好呢 好 2025年的回答营收 可能是你不知道的2-3倍 为什么 为什么原先跟我说 回答明年的营收 可能再增加2-3倍 就是超越你这一次在 财测 明天财报 可以听到的内容 为什么 因为整个AI的这个机柜 出货是成长主因 为什么 你看哦 我们从台积电的 扣瓦斯的产能成长 翻倍 自2025年至少翻倍 已经验证什么 验证 规答的需求 就是这么大 不然的话 扣瓦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成长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你要注意听 这个所谓的单科的B系列 他的GPU呢 比H系列至少贵三成以上 好 另外一个很重要 包括以前像这个美超维 像这个谁 AMD 他都公开展示过什么 所谓的AI的整体的机柜 以前是下游厂商 跟他买GPU 买散热的各个的零组件 自己组装一个整体的AI伺服器的机柜 那明年开始 回答自己来 自己也会开卖 自由品牌的整体机柜 小声一点 这是市场独家的讯息 所以整个看起来 回答整体长线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假设万一公布裁判后有低点 那肯定是买点 所以你看 整个挥达的原定晶片计划的时间表 从2024年的Blackware的平台 到明年的Blackware的Ultra 另外还有2022年 还有Rubin的平台 整个而言台产供应链 最大的是谁 最大所谓的是鸿海跟广达 所以投资票你看是不是 所以应该把这个逻辑 把这个领先产业 领先独家的讯息掌握住 掌握住先确认 他的可能性 有没有符合逻辑 符合逻辑 确实有这个可能性 那确认成长的 这个大成长的这个幅度 对不对 很大对不对 那重点来 就是你从里面选优质好公司 那问题来了 优质好公司 请问是不是未来喷出了 大涨了 股市反多了 好棒棒奖老师你好准 我要追 绝对不是 优质好公司 怎么买 胜率高怎么买 我讲过了 教过了 是不是 优质好公司一定是 这个外资无法改变优质好公司的成长 所以你只要确认基本面强劲 未来成长性加股票 有没有 是个老人与狗的这个理论 股价一定会 基本面是往上成长 没有问题 股价一定会波动 那你波动的时候 不是趁股价喷高去追 趁股价在波动的时候 离老人越远 是往下跌的时候 趁着被错漫的时候 被错漫的时候 所以说这是很重要的理念 一直跟我说的 优质雪球股 从来都是喷出后你才追 因为被阻力坑杀 那你绝对是趁大跌逢低中买进 胜率高 你看我在8月5号标准示范过一次 市场上一片花蓝 怎么有个分析师赵江江 8月5号他今天跌停板买进 广达跌停板买进 联发科差点跌停 买991 当天跌到987 然后鸿海168买进 为什么后面都印证赢 是不是就听清楚 优质好股票一定是利空的时候好买点 因为你确认他优质 他为什么能够成为所谓的优质好股票 成长性很高啊 是不是所以说务必把握 低档要布局 未来喷出的时候 市场上去的时候你做减码 这才是真正的康庄大道 领先布局才能够享受未来喷出 被市场抬掉的喜悦 我示范过太多次了 我的理念只有一个 确定是不是大成长的产业 如果是未来不管外资短天怎么搞 未来他终究会大买 懂我意思 对答案很清楚 所以坚守价值投资 你绝对可以成为什么 穿越涨跌循环的赢家 真赢家懂意思吗 所以你看这个再来看 好投资本来看这个 2330的台积电 注意看是不是 真的很逼近了 我刚刚用胶水 我把这个均线把它改成短的 我现在必须把它改成长的 有没有 离长均线越近机会越漂亮 联发科也是 是不是 你看 你拉回来不敢买今天上涨了 今天红还涨了 那万一明天喷出 是不是就买不到了 是不是广大也涨了 优质好公司 绝对趁拉回做买进 你再举例做这个双红 买175赚到300块 先赚9成好不好 有没有实际奖 跌啊 优质好公司900 跌到600 我买进啊 投资朋友 有没有 我讲的 有没有真的附助于行动 优质好公司怎么买 趁利空买 趁下跌买 趁波段修正买 不是等喷出才追 是不是 未来主流产业的样貌 圆区认证 从GB200到GB300散热需求又大增了 所以确认 确认他是雪球嘛 你看哦 是不是又赢了 不管是买600还是买680 今天712了 是不是 所以完全不用追投资票 双红买三次 三次都赢啊 是不是就是你见证了 优质好股票趁跌买低位 低位接 趁跌低位买 翻身的好方法学起来 跟上来 没有错 精选成长产业 提早布局 未来喷出变成标股 懂我意思吗 你看DRAP 明年看跌啊 所以你看 不对的产业趁反弹一定要坏 有没有跟我讲过了 联军光盛上权 纯度高 前顶波罗威纯度不高 你看是不是 我讲的都是真的 你看 修正过 他又上权 他又喷了 是不是 所以说务必要把握 那我刚刚讲的 有没有像这个2344 有没有 不可能是成长产业 为什么这种股票 要把它去死熬火熬呢 太多了 无法每一档都跟会做这个示范 所以有任何持股问题 到粉丝团留言问我 我都会亲自跟会做回复 按赞之外 什么要求我叫做粉丝团 留言你的持股就OK 有没有 精选成长产业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你看 今天洋民喷高 全市场又一片欢声雷动 真的基本面很好 媒体写未来会怎么样怎么样 你看 赢家怎么买 坚持选到产业 逢低买 低档买 你看APP 55块买洋民喷到85 先赚5成4 出一半对不对 拉回来67 又是买低档确认转多位置 又碰到74 又赚11% 好 54加11 65% 他又回来了 你看 9月底卖掉 10月底又回来了 10月底摩尔资金投股 APP 事先选未来的主政标股 选阳明 所有的APP用户做APP 做这个认证了 2609扬明 10月25号选出来 我在11月1号跟各位讲 中期运费高水准 具有高配息高殖利率 未来很多EDF会把它纳入加码 没错吧 是不是 67 10月20号选出来 今天需要追吗 79 不需要追 你看 没有一档优质好股票是用追的 他怎么你有没有发现 我讲的理念 真的透过实战 呈现在你的眼前 优质好股票 从来都不是用追的 你把这句话 把它牢牢的烙运在你的心海里面 是不是 APP做扬明 选三次 赚了82% 是不是史上最长APP 没错 你看今天 长龙扬明欧洲运现涨价 是不是 等到新闻暴力多 如同我所说的 优质好股票 趁低档买 趁低位接买 喷出享受 被材料喜悦 跟我长年讲的理念 竟然一模一样 是不是感恩 很幸福 对不对 精选成长产业 趁现在股价拉回 我们高量有解码低档 一定要卡位 一定要布局 当你的做法完全不一样 你已经晋升成为赢家之后 你的心境 你的投资成效 你的股市 连生活品质 都会截然不同 都会完全跳脱二八法则 所以务必把握了 节目每天讲技术 讲观念分享 还有圆区的讯息 带进代出是会员权益 有兴趣的 什么要QR Code 加入粉丝团做咨询 或者出入ID 小老鼠WIN58899 小老鼠WIN58899 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APP 未来会喷的 有没有事先帮用户选出来 你刚看过三次选出的阳明 累积今年阳明光这一档 大型股你要买多少有多少 可以赚很多的一个获利 已经累积82%获利了 来看这个10月7号 请全国APP用户做见证 6781AS 未来会喷的事先选出来 578 578块钱箭头 没有人看不懂 没有人赚不到 今天850亿 没有一档是用追的 没有一档是喷出后 因为急 横冲直撞乱追一通 没有 这是赢家的气质跟风范 就是APP的价值 赚了273块钱 4成7 拥有APP 最大的价值 没错 每一档都保证是真实获利 这是我优质好节目的品质保证 APP 带给你无限光明跟美好 投资标的不要多 不要每天射飞标再惊 务必要求选成长性最强的 那你现在如果还是满手股票不赚钱 压力很大 不安定感 到粉丝团留言给我 江老师每一档都帮你太弱留墙 那暴力邀请函 最后一天 台子级结架完毕 回答财报之后 我认为11月底开始 台北股市有绝地反攻的契机 请各位务必要把握 竞选成长产业 提早布局 真的很重要 有乐而持股问题 参加会员 或要购买APP呢 到粉丝团留言做咨询 或者是0800668085来电咯 好 感谢各位的收看 祝您平安 顺心 收到钱拜拜 喜欢我的影片 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 而且可以学到很多 有用的去做分析 一定要帮我订阅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并且接收全部哦 摩尔证券投顾 0800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